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英九表示 金门炮战 53年后的金门已从过去两军的战场变成两岸的和平大道 平均每天都有3600人经过金门来往两岸 每年超过130万人 金门已成两岸小三通的枢纽 这是过去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事实 马英九指出 11年前台湾第一次出现政党轮替时 当时神水扁曾提出四不一没有 两岸统合等主张 引起外界对两岸和平的高度期待 结果都没有兑现 当时的台湾当局政府不仅否认九二共识 而且主张一边一国 推动所谓风火外交 造成两岸对立升高 台海安全堪余 结果台湾在国际上更为孤立 当时的政府不仅否认九二共识 而且主张一边一国 推动风火外交 造成两岸对立升高 马英九说 三年多前国民党重新执政后 立刻提出符合台湾利益的务实主张 维持台湾海峡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 并以九二共识作为基础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至今双方共签署15个协议 所以两岸关系蓬勃发展 两岸人民同受其力 马英九呼吁大家要为下一代打造一个和平的环境 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一个和平的环境 Let's work together 在马英九敲钟的同一时刻 全台湾各地百渔所寺庙和学校也举行了敲钟祈福仪式 马上就带您进入精力智能手机独家知名播出的现在台湾 来看我们的驻台记者叶清凌 稍早前从台北现场发回的报道 除了金门之外呢 今天全台湾各地有一百多处的寺庙 学校以及其他的场所呢 会共同举行这个和平敲钟祈福的活动 那么我身后呢 就是位于台北市林森南路跟仁爱路交叉口的东和禅寺 这所寺庙呢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今天台北市敲响和平之中祈福的活动主会场呢 就选到这里举行 等一下呢 好龙闭市场将会带领台北市的各界人士 在这里共同为两岸和平 世界和平来祈福 东和禅寺始建于一九零七年 法脉源自佛教浙江的天台宗 四名东和是祈求东亚和平的意思 从十点三十分开始 台北市市长郝龙斌 台北市佛教协会理事长明光法师 东和禅寺 住持修会法师等各界人士和信众 聚集在东和禅寺大殿内外 共同念诵新经 为和平祈福 十一点整 好龙斌带领参加活动的各界代表 登上将近百年历史的钟楼 共同敲响和平的钟声 我们在这里为和平祈福 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民众 能够划剑和平 所以省护和平 今天是全省 各地 同步 来敲这个和平之中 那我们两岸 也慢慢这几年 进入到非常好的一个关系 我们希望为中华民族开展 更吹颤的一个未来 所以今天的这个和平祈福法会是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我想敲醒那些唤醒大众 和平是最重要 战争一定会每一个人受到伤害 但是用我们透过宗教 希望我们两岸和平 那是最重要的 敲钟仪式结束后 参加活动的人士还纷纷写下和平祈福卡 表达各自的和平心愿 就像郝龙斌在祈福卡上写的 画剑为礼 守护和平 我想这是所有两岸同胞共同的心愿 今天的钟声也会让全世界听见 会让两岸所有的同胞记住历史 共同走向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 我是叶青林 现在台湾 好 各位 接下来要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来听听台湾的嘉宾对于今天举行的和平祈福仪式 都有怎样的观察 首先来连线我们的驻台观察员张磊 张磊你好 韩正好 观众朋友好 我是张磊 在台北向大家问好 今晚我们的嘉宾是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张灵珍教授 张磊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马英九在金门发表了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个最新的讲话 那么他的内容是以九二共识为基础 改善两岸关系 以及维持所谓不同不读不武的一个现状 对于他讲话的内容你有什么解读和评价 我觉得这个是马英九上谈以来 他认为他最重要的政绩 因为他提出了九二共识 所以能够展开跟大陆的和平发展关系的改善 那么使得两岸关系 从他上来之后展开了崭新的一业 使得两岸之间的关系 看起来非常的活络 那么这个政策呢 确确实实受到台下两岸人民的支持 那么马英九今天趁着这个金门炮战结束之后 五十三周年的这个机会 到金门去 高调的宣示他的这个政策 那就是展现他的 就是政策的成绩要给大家看 我们也知道今天在金门有这样一个活动 是因为是八二三炮战的五十三周年 那马英九选择在这样一个时机 到金门去发表这样一番谈话 并且是大动作的敲响了和平中 您认为他的用意何在 很明显的用意当然就是为了选举了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马英九在选举的政策上的强项 就是他的两岸政策 这个政策获得老百姓绝大多数的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这个政策也是蔡英文的软肋 所以蔡英文到今天 即便提出了十年政纲 即便提出了两岸篇的一些政策主张 可是你真正的进入去分析的话 你会发现他非常的空洞 而且你不断在变 跟你以前的立场 跟你以前的谈话 内容是不同的 而且因为你不承认九二共事 所以必然会带来两岸的一个乱局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 我今天高调的到 带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政府的成员 到金门去敲响这个和平中 一来是要彰显 就是两岸关系 从此要走上和平的康庄大道 只要他能连任的话 这个大概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第二点他要凸显的就是说 我的强项就是蔡英文的短项 所以你们是要选一个 能够让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 台湾安全无虑台湾的经济 可以持续繁荣的人出来 继续领导台湾 还是你要你们要选一个高度不确定性 在两岸问题上头躲躲散散 始终拿不出具体的主张 落实的一种政策的 蔡英文来领导台湾 使台湾的这个安全和经济都受到威胁 两岸关系受到这个冲撞 然后区域和平也受到影响 你们要选哪一个 他这个这一趟的这个金门型的主旨 就是我想就是为了选举造势 好 谢谢张教授的分析 先把时间还给福州 安折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的点评 各位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进入香港名医下节提示 金门金西大不同 特色占地游 吸引了四方游客 旧式炮弹 催生特色菜刀产业 昔日战时对峙前哨 夏今今日成为两岸交流的前沿 一日生活圈造福两地民众 好的 各位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那一场炮战 给金门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遍布金门错综复杂的坑道公式 还有遗留在岛上的百万发旧炮弹 见证了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后 在和平时期又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昔日的坑道造就了金门独特的战地旅游 而废旧的炮弹壳 居然也能成为生前的金弹 它催生了金门声明在外的菜刀产业 接下来就跟随我们驻台记者的镜头 到金门去走一趟吧 大家都知道金门的距离大陆是非常近 那么近到什么地步呢 看我的右手边 远方的渊冲就是福建漳州的发电厂 不过也是因为这样近的距离 让半个世纪前的金门是一片烽火硝烟的战地 而也正是因为此呢 催生了今天独特的金门战地旅游 不过呢 今天天气这么热 我们先到坑道里走一走 来到金门 必去的就是位于古岗村的宅山坑道 这座坑道始建于1963年 漫步其中 岩壁黑白变化十分显眼 据说白色的花钢掩体 比一线之隔的黑色掩体要老上一亿岁 而为了防抗空袭炮击 整座坑道开造于坚硬山体 400米的长度却耗时了三年才完成 如今的水稻因为淤积早已不能开进舰艇 不过点点光影倒影水波 却也别具一番风味 并吸静气 一阵阵海涛声隔岩壁传入 再上内部的回声可谓于云悠然 而金门县也特意借此举办坑道音乐节 乐师弹奏小中慢行 魂音配每月可谓是让人着迷 同样的坑道在整个金门一共有12条 总长近万米 有的坑道窄小的要俯身而过 有的则宽道可以容纳千人居住 虽然开放观光的只有四条 不过坑道内的奇异景致 还是吸引着每天有数千名的游客入内参观 来到金门体验战地文化 除了坑道之外 还有一项一定是要介绍的 那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些炮弹 那么看到这么多炮弹对接在一起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震撼呢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这些炮弹呢 他们都已经被卸去了火药跟弹头 那么剩下的这些炮弹壳是来做什么用呢 想必大家也已经猜到了 就是制作大名鼎鼎的金门菜刀 以前我们最早在做刀是用这个碎片做 因为以前都是用手工在做的连带 完全手工的 所以说那时候都是做大支的菜刀 我们就剪大块的 做小支的就剪小块的 直接烧直接挡 所以说那时候 这些碎片一直用用用 一直做到1990年左右 才把它做完 炸开的实弹碎片用完之后 如今的金门菜刀的原材料 基本来自于不会爆炸的宣传弹 按照一发炮弹可以做出40把菜刀计算 据说落在金门的炮弹总共可以做成8000万把的菜刀 锋利防腐与三年不用模式金门菜刀的三大特点 而武师傅的刀店也是全金门最早开始用炮弹做原材料的店家之一 像一般的钢子都一样 都一样 关键就是在我们在做刀的人 做刀的师傅 因为我们要了解说客人 那这把刀是做什么样的用途 但据统计目前全金门一共有刀店十多家 年产值上一新台币 而现在的金门菜刀早已不再满足于切菜砍肉的功用 装饰刀水果刀工具刀可为琳琅满目 样式新颖 不会生锈我这个刀子 现在说到我身边这些炮弹 很多金门人会跟我开玩笑的说 这可是最早的两岸交流见证 那么在金门旅游可以说是无时无刻都会牵涉到那场烽火宵宴的记忆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特殊的经历 才让金门的旅游散发出它独特的魅力 各位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欢迎进入香港明依下节提示 昔日战时对峙前哨 夏今今日成为两岸交流的前沿 一日生活圈造福两地民众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金门与福建厦门一水之隔 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成为了大陆与台湾对峙的前哨 而在如今的和平年代 金门更受益于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成为了两岸的交流前沿 金门和厦门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 2001年夏今小三通航线开航 金门民众纷纷踏上了客轮 到对岸的厦门走亲访友做生意 甚至干脆定居下来 那么现在的夏经济日生活圈就已经炎然形成了 向东开往西行 在一张张好奇匆忙或者疲惫沉思的脸孔当中 甲板上有这么一个高大的身影 格外醒目 行郎简单应该说几乎没有行李 因为金门人黄振良在京夏两地都有家 30分钟的水路 简直比起台北塞车的上下班时候还要快 我买的房子是2021年 那个时候在县门买一个房子 台币200万 1000多平方米 平方公尺 那么我用这些钱 我在金门我在台湾能买得到多少 因为当时我来参观这边的一个小学 那回去就是那一趟回去的时候 他们到我家里面说要不要买一买 我就想说现在交通以后还是蛮方便 买了吧就买了连看都没看 在厦门市中心靠近火车站的地方 一区21个店面 有13个房东是来自金门的乡亲 简直是条迷你金门街 2001年小三通刚一通行就鼓动了很多金门人 像黄先生一样来厦门制产 房价飙升外加人民币升值 黄先生和他的大陆邻居一样轻松作响 大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而台湾同胞经由这条下金航线往来两岸 也给曾经同位占地前沿的厦门带来勃勃商机 像台湾人这样专门到厦门去打高尔夫球的 现在这种情况多不多 很多 其实厦门那边的高尔夫球场应该 可能主要生意都是做台湾人生意 应该是比例上很高的 旅游买房做生意 在厦门这座城市 台湾味道有多浓厚 从满大街的金门特产 台湾小吃就能亏得端宁 而在金门 来自厦门沿海一带的渔仙 始终有人捧场 每到风灾季节 金门岛内去发蔬菜 厦门泉州一带就能紧急输送 一水之隔 却形同左手右臂 十余年来 昔日战地逐渐演变为夏金生活圈 给两岸民众的生活注入新的火水 夏金一日生活圈的行程 给金门的民众带来了不小的便利 同样也改变着厦门市民的生活 那么现在我们就通过电话 来连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助理李鹏 来听听他这么多年来的感受 李鹏你好 好的主持人 无论是作为厦门的新移民 还是厦门的老居民 其实他们对厦门跟金门之间的关系 都非常的了解 也对今天这种来之不易的和平的局面 非常的珍惜 应该来说从1949年以来 海峡两岸唯一发生军事冲突的地区 就是厦门跟金门 所以厦门跟金门 在过去的军事对峙 甚至军事对抗的过程当中 都失去了很多的机会 所以今天两岸已经迈出了和平发展的 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厦门在1949年以来 其实已经在践行两岸和平发展 和两岸和平统一 金门的民众也认为 就是两岸之间应该和平 厦门跟金门之间 不应该再有任何的战户 而且现在每年 其实在一些 结架的厦门之间 厦门跟金门之间 其实已经用焰火 取代了过去的战户 所以我想这个对厦门民众 还是对金门民众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他们心目当中 所珍视的这种和平的 价值的一种体现 好那么您对金门地区 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转变 怎么看您觉得未来下金生活圈 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和空间呢 好的主持人 作为一角色 我当然对厦门跟金门 今后这种关系的发展 有着更多的期待 可能也更为理性 从期待的角度来讲的话 厦门跟金门 理应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当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因为从过去 二十多年两岸关系的实战来看 其实厦门跟金门 已经扮演了很重要的 这种桥梁的这种角色 特别在两岸开通 小三通之后 厦门和金门变成了 两岸民众 往来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和桥梁 那么现在两岸 即使实现了大三通 厦门跟金门 依然在两岸交流交往中 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想这种角色不仅仅是厦门跟金门之间的合作 更多的是两岸民众 借助厦门跟金门这样的一个桥梁 来实行更广泛的这种合作 对于说厦经生活圈 我的期待是两岸之间 厦门跟金门之间 其实可以发展一种双向的 这样一个生活圈 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 厦经生活圈更多的是针对金门民众的 金门的民众到他厦门去 那个求学啊 旅游啊 然后住那个 那个职业啊 甚至工作啊 其实都比较方便 但是从厦门民众 其实到金门去 到目前为止的话 还不是很方便 特别是 那只是开放厦门的居民到台湾 到金门去进行个人游 那么其他各方面 投资啊 职业啊 甚至是求学 目前还那个仅仅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厦门跟金门 真正要发展这个一日生活圈的话 我觉得这种应该是双向的 好的 谢谢李鹏先生 各位接下来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了各位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 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晚间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东南卫视 所有的主持人 有更多的交流 就可以登陆到 我们的新浪微博 更多两岸评讯 也欢迎索尽东南卫视 每天中午12点整播出的 海峡舞报 我想着 广告 谢谢大家